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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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比米岩大一点 花也大一点 它们的性格都是差不多的 这个就是更大一点的大盐筒 那个实性的话 它是跟我们苦居台还是差不多的 冬天也是休眠的 然后后面这个 我们的锦兰那个花 它会更多一点 然后那个花的形状也会更丰富一点 它有那个虫瓣的 我们单瓣的 这个单瓣的其实这个还蛮小的 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小 可是它的花量很大 那叶子姐姐这么漂亮的花 它在它养护方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养护其实很简单的 赵宏 我们去那边看一下 我们有个养护区 赵宏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就是我们一个锦兰的养护的区域 这个就是很漂亮的 就是我们一个锦兰 就是它在我们这些茁壮生长了 对 是的 然后我看它的这个光照 就这个日光灯就够了吗 是的 它因为锦兰的话 对光照的要求不是说太强烈的 它那个 我们的这种补光的灯就可以了 那灯有什么要求吗 灯其实就是这样的一般的普通的白光灯就可以了 它不需要那个全普的灯 好的 然后它的这个温度呢 它温度的话 我们锦兰的话 它是对我们那个低的温度的话 它在不要在零下 二度以下就可以了 所以说一般的我们室内就可以了 高温的话 就是在我们夏天超过35度 然后我们的最低温度已经是在30度了 这个就要降温了 因为锦兰合适的那个生长温度是25度左右 那个是最适合它生长的就是 所以说我们降温的话就是要降到30度以下 好的 然后呢 锦兰的浇水需要什么注意的地方吗 像我们浇水的话其实也蛮方便的 因为这个盒子啊 它下面有一个积水的就是 然后我们浇水下去 它你看下面就漏下去了 然后我们放下去的话 它的盆也不是坐在那个水里面的 有一个隔水的那个网滑的 这样的话它下面是有那个水气上来的 有一定的湿度 然后盆土也不是说很湿很湿的那种 所以这个环境就非常适合锦兰生长 苦科的话其实都很喜欢这种环境 好 英子姐姐 我看到锦兰的配土好像也不是普通的配土 你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锦兰的配土的话 我们就是增加了比别的株一般颗粒要多一点 里面像我这个就添加了珍珠盐 吃玉土 还有灰燥土 颗粒呢相对来说小一点 然后我把所有的颗粒加起来 跟我们的泥碳就是一比一的比例 就是一半一半的 其实这个小苗啊 我们的胶水就是见干见湿 然后放在这个盘子里面 还是有一定的湿度的 也蛮是蛮有意思的 蛮方便的就是说 好的 然后呢我们关于它繁殖方面的 怎么繁殖过来的 繁殖的话我们这个也蛮好玩的 就是叶叉 我们可以到那边看一下 好的 照好 我们今天来就演示一下 这个水晶蕾丝的那个千叉 好的 你看它的叶子很大吧 很肥瘦 然后我们就是要剪这样的叶子 这个叶子我们剪下来以后 只要把这个剪成一段一段 这样就可以了吗 然后我们这样的话就放在这个 稍微把那个我们珍珠盐 就上面盖一点点 盖一点点 盖一点点 然后再这样 这个还是有一点那个 我们的叶麦是这个是不是往上的 就是还是放上面 然后这个下面 就是正反要注意一下 有时候它因为如果你反了以后 它的根就在这一边长 就这一边它不会长根 有可能它就不会长 OK 然后我们就在这里面浇点水 用水方面有什么讲究的吗 这个我们这个叶叉的话 下面就是因为这个盖子啊 这个是一个盒子 这个是一个盒子 里面是不漏水的 在下面 我们这个珍珠盐 一直有水分就可以了 不需要泡在水里 泡在水里 你也知道我们植物的话 不能泡的 水量要适当 然后就把它盖起来 保证它那个里面有水分 所以这是有孔还是无孔 有孔的 要有孔 这个的话有一点透气 通风的感觉 好的 那燕子姐姐 像这样子的千叉苗 从发芽到成珠 大概需要多久呢 我们这个叶叉以后 它长 先长根 长根以后 然后我们就长出这样的芽 一开始是这样的小芽 然后等到芽稍微大一点 我们就移在这个小盆里面 这么小的盆 这个小盆的话 它因为便于它 生长 一开始它的根系不是很发达的嘛 太大的盆 因为是不太高 控制水分 控制水分 然后长到一定差不多各把月吧 就移在这个大一点的盆里面 然后为了生长 让它根系长满 长满以后 慢慢的 我们再进一步的化盆 这个的话 就是差不多就是定型了 这个盆 就不用太大的盆了 这个都已经有花苞了 对 差不多这个生长环境 就是九个月的时间 九个月的时间 九个月的时间 好的 那燕子姐姐我看到 锦兰的装饰盆有非常多种多样 你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像这个的话 这个篮子 我们就是 里面是有一个塑料的 里面有个塑料 可以 这样的话 浇水的话 就不会剩下去 而且在家里面 家庭装饰的话 比较美观 对的 像这个也是一样 它就是起到一个套盆的作用 然后我们就方便 管理 管理 像这个 它是一个吸水盆 嗯 嗯 像我们 放在办公室啊 比较干净 嗯 然后可以当成来人植物 对对对 而且下面它可以吸水 有一定的湿度 湿润度 好 燕子姐姐 关于苦惧台课锦兰呢 我们有非常多的优点 那你还有什么 要跟我们分享的吗 苦惧台课 像锦兰的话 我是非常喜欢的 因为它的花色 你看 有很多 然后它 非常适合于我们室内宗旨 而且你看 在一个小小的花盆里面 它能够养的这么高 嗯 嗯 而且还有 它对盆器的要求 也不是说很高 这样的话 就很适合 室内 种植 一种蓝类养殖方法 好 嗯 所以说 这个花我还是非常的喜欢的 嗯 那我也被苦惧台课的锦兰种草 准备自己回去尝试一下 好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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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